她暗恋过刘德华 她是让无数富豪神魂颠倒的女人 她与孔丽节约20年 吐吐今天带你走进最美十三姨 关芝林 关芝林 1962年出生于香港 别名关家慧 母亲张宾健 父亲关山都是少事演员 由于爸爸出轨 关芝林18岁时 父母婚姻破裂 离婚 她跟着父亲凶活 关山根本没时间管关芝林 为了养活自己 她放弃了读书 进入演艺圈发展 1981年 与张顾荣主演了甜甜念四位 那段时间 关芝林为了赚钱疯狂解析 累到极点的她 无比渴望摆脱现状 1982年 与比她大16岁的王国荆相识 他们的感情遭到父亲强烈反对 父亲关山 以自杀来阻止他们的婚姻 却没能拗过女儿 婚后 王国荆 终日花天酒地 没过半年 关芝林就离婚收场 离婚后的她名气一落轻障 根本接不到好的作品 那一年 关芝林才20岁 很快出现了一个已婚男人 马清伟 马清伟和陈美琪结婚数年 陈美琪甚至有身孕 她却不管不顾追求关芝林 导致陈美琪被其流产 与原配离婚后 马清伟和关芝林纠缠了七年 新鲜过后 关芝林被富豪抛弃 1985年 关山利用自己的人脉 为关芝林求了一个角色出演 夏日复兴中的冯小姐 1987年 她与成龙 谭永林出演了龙虎兄弟 此年 与刘德华 泰迪罗宾出演群龙夺宝 1991年 关芝林凭借婚音物语 获得最佳女配角提名 童年 关芝林一出演黄飞鸿中 十三亿一角 惊艳四座 名气包涨 内地不少观众 一度将十三亿 当作了关芝林的代名词 也就在这时 关芝林再次陷入于富豪 感情纠葛中 众人给她贴上百金的标签 在某次采访中 关芝林这样回应 人家说我贪钱 什么叫贪钱呢 谁不赚钱呢 那谁不要吃饭呢 或者我的男朋友比较有钱 或者他比较成功 这等于我去贪他的钱吗 不可以他贪我的名气吗 之后一年拍了五六部戏 痴心成见 黄飞鸿等 他正是美人倾城炎之巅峰 1994年 关芝林与龚立出演 西楚霸王 枪吕后角色结怨 当时在兼职张艺谋的调节下 关芝林最终让出了吕后的角色 他出演鱼姬 2001年 和葛优主演大腕 在片中 扮演导演泰勒的华仪 杨女兼私人助理 露西 2005年 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她 拍完电影做头后 选择吸引 2007年 关芝林又被爆出 跟台湾的陈泰明相恋 两人经过朋友 介绍相识 婚姻仅仅维持了8年 2015年 关芝林向媒体透露离婚 在某次采访中 还曾透露安全感 来源于钱 没有安全感 就努力去赚钱 因为家里的负担大嘛 所以就每赚到一分钱 我都把它除起来了 不会太懂得投资 那就买房子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赚钱 就买房子 为什么人家说 我在房子那里赚了很多钱 对 关芝林的前半生 都活在男人的阴影里面 本可以失业爱情双丰收 可最后 都让自己打得细碎 如今关芝林已经58岁 还是单身一人 或许 如果不是因为父亲 因为王国金 关芝林如今 应该也会拥有 幸福的家庭生活吧 图图今天 就说到这里 你还想知道 哪些明星传奇故事 欢迎评论区留言 写出他们的名字